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沉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看罢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立地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尽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万人 人様快死判 牛绳 尚未 末将奉召拜见 大伙 这些年咱带你咋样 好啊 尚未带咱的恩典 那是天高地厚 开国之后你想奉了啥爵位 没想过 想 现在马上想 我是智政十六年跟随上尉的 算下来血战也有几十场了 要是行 盼望能封个将军 好啊 对于你不用到那儿开国了 咱现在就封你为虎为上将军 封忠义侯 谢上尉 起来 大虎 过段时间我就让忠忠省马上拟址 不过在之前你要替我办件差事 一定要办妥了 尚未吩咐吧 末将就是粉身碎骨 也会把差事办理妥当 你带些护卫 心眼赶往除州 把小冥王给我接到金陵城来安置好 至于以后的事会有人给你交代的 就这点差事啊 就这 遵命 这儿的工墙颜色太浅了 重新再刷一遍 不 要连刷三遍 遵命 回来 三天后必须交工 这个 听见没有 听见 听见 去 尚未 没事 没事 来 洪文庸 书家正在日夜赶造奉天殿 绝耽误不了开国大典的日子 这开国大典的日子 咱都不清楚 你就清楚了 属下食言了 这是属下妄加古迹 新朝开国 芭城是在新年正月打头那几日 日子吉祥 属下就是按照这个日子 赶造奉天殿的 就算你说的那几天 离现在就只剩下三个月了 来得及吗 属下愿以头颅担保 万无一事 好 好啊 来 到那边看看 开国之初民物匮乏 修建宫殿一定要万事从简 可是咱经过奉天殿的时候 却看见一块九指城的玉石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禀上位 那块预料极为难得 属下 已经令能工巧匠 打造一块九龙壁 预备镶嵌在奉天殿的台阶上 咱可是下过颜值了 禀上位 属下接到一指时 那块预料已经开采完毕 装传起运了 如其而不用 反而造成更大的浪费 再者 属下认为 奉天门既是宫门又是国门 应当庄严辉煌 天威昭然 大殿那天 文武百官 中外使节 都将寻奉天门入朝 当他们经过九龙壁两旁时 定能感受到中华古国之深远 新朝开源之天威呀 抗旨是要掉脑袋的 卫阵新朝天威 手下就是掉了头颅 直 说得不错 这方捐多少钱啊 君家三十六铜钱一方 三十六铜钱 这一方砖 够一个普通百姓 吃饭了多月的 这砖上 怎么还弃有人名和年月啊 禀尚未 开工之初 各地上交的城砖 或有缺损 或以次充好 属下以为 铸造工程乃百年大计 万不可马虎 于是属下定了个规矩 择承各地窑场 每烧住一块城砖 砖面上必须系上 砖匠的姓名 及一贯年月及验砖者的官职所在 如此一来 任何一块城砖出了问题 便可层层查下去 从上到下 谁也脱不了责任 自从立了这个规矩 各地上交的城砖 都成上品了 好规矩啊 没用了 为官者做一件好事 容易 那条好规矩 那都太不业了 bard主 这时候 是 这是 好规矩 二胡 在 传令中书省 把胡文雍所立的造砖弃明的规矩 一直要延续下去 无论是各省州府县都要照办 就是咱死后后世之君 也必须要延续此法 孙志去吧 谢上尉 来 咱们去御化园看看 好 真不行 没有啊 你披个地方 给夫人弄个菜园的 上尉说什么 咱说呀 披个地方 给夫人弄个菜园的 要不她日后哪儿种菜 禀上尉 历朝历代 稀有在御化园里 开菜园子的规矩 这有损于天子尊贵 再者 受属下斗打 大战之后 夫人就是郑公娘娘 母仪天下 种什么菜 属下 万死不敢从命 文雍啊 确实是一个公职敢言之人 甚至以命抗职 咱喜欢你这个性子 如果咱也得提醒你一句 抗城啊 不能抗再抗 挺好喽 花园进宫之后 如果没有菜园子 咱哪 只好把你给活埋 欧肥了 尚未恕罪 恕下明白了 明白就好 起来吧 你明白吗 我还记得小冥王吗 记得 那大虎马上叫去杵州 接冥王回来 参加开国大典 再有难言之隐啊 属下明白 有些话 咱不好跟大虎直接说 总想找一个可靠之人 皇上 属下 自认为是个妥当人 那好 他就由你去送大虎 记着 不好说的话 出城之后再说 遵旨 这块地方不错吗 胡温用 过来 哎 满头大烧饼啊 吃完了烧饼在上朝廷 哎呦 多多上朝廷 朝廷搁着的大烧饼 吃他娘 喝他娘 吃完了太阳就出来哟 哎呦 出来哟 太阳出来哟 得意吧 得意 当然得意了 咱不得意 谁得意啊 放行了吗 放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还差不多 要当皇上了 得意不能忘形 累了吧 哎呦 能不累吗 哎呦 从这白天一睁眼啊 到现在咱就没停过 哎呦 比打陈有亮那会儿还累呢 啊 至于吗 你想啊 开朝再进 呃 事无巨细 什么外朝 内庭 文武 百官 天上 地上 多少事都得让咱操心呢 好不容易熬到了要回家吧 还被这个这个驴肠给淡着了 非要试装 你又不演戏 你试什么装啊 哎 皇帝的龙装啊 哎 你看没看到啊 哎 整个金灿灿的 好看极了 哎呃 从天灵盖一直铺到脚后跟 什么 嗯 珍珠缅啊 双龙配啊 玉带丝环啊 十几样的 样样都做得十分讲究 特别是咱那个 金玉皇冠 两斤来中了 压得咱的这眼睛直往外吐 哎呀 妹子啊 这皇上还没当上呢 烦心事啊 一撞接一撞呢 真是苦不开言的 刘伯文不是早说过吗 就是你当了皇上 苦难也不会结束的 嗯 您多看得开啊 明天呀就轮到你市庄了 谁让你是皇后娘娘了呢 哎 妹子 妹子 咱呢 送你样东西 什么宝贝啊 菜园子 哎 咱呢 让胡文雍在玉花园 开了一块地 当菜园子 没事就到那儿溜达去 嘿嘿嘿 我要菜园子干嘛呀 我没事干嘛 飞到那儿转油去啊 你 你不是喜欢种菜 什么种瓜种豆的吗 那是以前 是叫你这个穷大帅给逼的 我不栽点儿种点儿成吗 开国以后就有了朝廷 外朝归你管 内庭归我管 我要干的事多了 没工事上菜园子 妹子 咱跟你说清楚 历朝历代有个规矩 内庭不得干政 好你个猪虫疤 打天下的时候 你怎么没这么说啊 那时候 你又叫我管兵器制作 又叫我管柴米油盐 还有什么内政司 孤老院 医药房 你什么事都拽上我 八博我天天给你干政呢 此一时彼一时嘛 还有 你带着十八个兄弟 打定远的时候 谁留在豪州城 当人质来的 我 我一个人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的 我生孩子那会儿 你在哪儿呢 现在你当上了皇上 脑袋上扣个大金关子了 你倒给了我一个菜园子 你有良心吗你 咱今儿不吵架了 咱实在是太累了 改天咱们再商量 不吵架 我非得说明白了不可 这事关系到我后半辈子 要不然我这后半辈子 全得跟那菜园子里转悠 那你说怎么着 我说了 外朝归你 内庭归我 包括所有皇子的教养 皇席的选配 所有内庭官吏的赏罚录用 全得我说了算 还有皇亲方面的事情 你也得先问过我再下旨 其他方面的事 你等我想好了再说吧 妹子 你听咱说啊 这内庭不得干政啊 是关系治国长久的大事 再说了 这规矩也不是咱开的头 是不是 它是从三皇五帝一直流传到现在 而且呢 是千古不变万古不改的事 你这 一个皇上先问了你再去下旨 你那不是皇后 那是皇上他娘 那是皇太后 那顺便说一声啊 咱娘早就死了啊 你甭拿规矩下火 我想明白了 开国之后 咱俩之间得先立个章程定个规矩 你想安心治天下 先得家里保太平是吧 你说说你的意见 开国以后啊 你只管下旨 我呢 绝不反驳 朝廷上下的事物 但凡你在场面上说过的 我是绝对维护你的龙威 绝对遵行你的圣旨 可只要一旦进了这个家门 我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 想问什么就能问什么 你不许用假话课我 更不许你仗势欺人 反正啊 在外面 咱俩同执一词 内庭不得干政 回到家里 你就是朱重八 我还是你妹子 咱俩无话不能说 无事不能谈 天就没那朝廷规矩 咱俩的皇上 你这叫七君 咱堂堂的一个皇上 成了外当家的 你倒成了内当家的 这叫内外有别 成不成吧 成 不但成 我觉得这规矩还挺聪明 定了 定了 不过咱说好啊 这规矩只适用于咱俩 往后君主 万不能选 那当然了 咱们是开国夫妻嘛 别人比不了 咱只听说过开国之君的 没听说过开国夫妻 打我这就有了 累不累啊 早就累了 要不要帮你垂垂背 松松尖呢 那感情好 咱早就腰寸背痛的了 来来来 快来 嗯 倩儿 别嫌 你咋回来的 啥是回来的 昨天夫人 派人把我接回来的 崇八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即使我不把他接回来 你心里也料不下他 与其那样 不如我把他还给你 你俩擒赠 习近乎 不是 我一个人 不然 自己都习近了 我 你又现在 要 你 我 谁在哪儿 谁在哪儿啊 夫人 是二虎啊 你站这儿干嘛 末将在守护大王 夫人 这么晚了 您还没歇息呢 我睡不着 出来走走 顺便过来告诉你的事 请夫人吩咐 你的倩姐姐 今天晚上怕是不回来睡了 不但如此 明后天 她也许还要搬到后宫居住 比你这儿可宽敞多了 奴婢明白了 姐姐真是好福气 谢夫人照应姐姐 我 你也许可 你羡慕她吗 我不羡慕 真的 我刚才看见二虎在外面 她是在等你吧 喜欢二虎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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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清楚 夫人 我知道自己 对不起四肢的花若 你心里边 一直在怀念着花若 我懂了 夫人恕罪 有句话 我早就想问您了 您 您为什么要把我姐送给大王呢 您那么爱大王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王 大王 大王他是您的呀 是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玉儿 我也说不清楚 二虎在外面等你 去吧 不 我陪夫人 听话 现在就去 那 您呢 你不用管我 我 你不能 我不管 我 是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吴皇陛下发布奉天讨元赵 自古帝王淋浴天下 中华居内已至四海 漫漫三千年役 东临沧海西地巴蜀 难受敏虐 浮乡汉怀 坐地千里 代甲百万 恩威所致 民烧安 十烧足 兵烧京 为北方半地 奄奄一息 至此元赵再举王师奉天草原 胡大人 您在这干嘛 下官等候在此 为上将军送行 这出城时 中书省已经送过了 送过了 也可以移送在此 上将军请 请 上将军请 请 陈年华雕 多谢胡大人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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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将军 说白了 小冥王这个王旗 如今已成累赘了 我们应该从大局着想 问一下自己 是把小冥王接回来 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 还是让他并天而去 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 胡大人 上尉可是明令我接回小冥王 而且要把差事办理妥当 你说这些话 究竟是你自个儿的主意 还是上尉的指引 恕我之言 凭你的战绩 受个参将将军更合适些 可 还另外加封了爵位 如此巨大恩典 为何独独落在你身上 就连汤虚长三大帅 都还没封猴呢 为何先给你封 好 特别受你那个爵位封号 忠义侯 敢问胡将军 何为忠义 不过 还有一事 也要请封将军 斟酌 胡大人说吧 小冥王 一旦在途中发生意外 必将引起极大震撼 王府上下金陵内败 也必有人妄加猜测 他们这种庸人 总是不明大局 纠缠于小结 暗中激扎不已 什么小冥王是怎么死的 为何会死在这个时候 谁应该为小冥王之死负责 流言蜚语一多 就会影响上尉的天威 到了这个时候 大虎 你身为护驾之将 有何掩面 叩见你的父王啊 胡大人 你要我 你要我 我只是要你 善加珍重 胡将军 文庸告辞了 胡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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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不 船长 你 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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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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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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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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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